主席還有我們在場的委員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有事可以請我們的簡秘書長 請秘書長 還有檔案局的 檔案局陳局長 有很好 秘書長 今天我們就是要審這個所謂的促進轉型爭議條例 那其實今天早上那麼多的國民黨的委員 然後紛紛的在程序發言 或是剛剛在尋打的時候 然後一直在拚集就是說這個促轉條例 然後甚至剛剛還提案說這個是違憲等等 但是剛剛我們也很高興也聽到像徐玉仁委員 或是像周成委員 他們所提到的 其實他們所講的 他們也提到南非 這個所謂的真相和解委員會 或是提到東德的 他們這對整一個政治檔案 怎麼樣讓這個整個一個歷史的真相能夠復原 然後呢怎麼樣去這個促進整個一個 你只有事實的真相 你才有可能和解 你才有可能去原諒寬恕 然後你才有可能去和解 那其實這個部分也就是 我們在這一次所提的促進這個促轉條例裡面 所把握的精神也就是這些 那今天呢我們看到說好 國民黨的委員或甚至呢剛剛這個秘書長 就是說對於這整個條例 你剛剛也承認說對於這裡面的內容 你還沒有仔細看 那對於內容或是國民黨可能對整個促轉條例的內容也沒看 然後就先誤導整個社會說這個就是民進黨要開始鬥爭 我們想這個所謂的轉型的正義 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整個社會能夠去從這個所謂的威權時代 這樣所造成的這個在從一個威權時代到這個民主轉型之後 那對於威權時代所造成的這些政治的壓迫 因為這樣的一個政治的壓迫造成一個社會的一個撕裂 然後呢我們要在所處理的這善後的工作 所以呢這是要非常謹慎小心的 所以事實上呢 要說當我們在面對這樣的一個艱困的一個工具 大家也在講說我們這個解嚴之後已經30年了 我們政黨輪替也16年了 那為什麼轉型的正義要到現在才做 因為在上一次執政的時候 我們立法院根本沒有過半 所以在整個社會的氛圍也沒有辦法容許我們大家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今天好不容易終於等到這樣的一個時機了 大家可以靜下心來 來面對過去在威權時代所面臨的這些的傷痛 所面臨的這整個一個社會的一個撕裂 所以呢我希望說所有的委員在發言的時候 請大家謹言慎行不要再誤導整個一個社會的風向 或是社會的風氣說我們現在開始藍綠鬥爭 民進黨藉由這樣的一個促進轉型正義 就是要來鬥垮國民黨 我希望大家能夠真的是謹言慎行 去好好的去看這一步的 初進轉型正義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所以在這初進轉型正義的內涵 我們在這個第二條裡面明白就講著說 我們希望能夠開放政治檔案 希望能夠清楚威權的象徵保存不義的遺址 所以剛剛很多人一直在批評說 就是要把所有的這個在威權時代的東西全部都把它扯 全部都把它這個毀滅掉 沒有啊我們要保存不義的遺址啊 因為這是歷史即使是一個不義的一個象徵 但是也要留存有一些東西可能要留存下來 讓它保存下來讓大家知道去知道說 怎麼樣去防止這樣的一個不義的事件在發生 所以這些都具有教育的一個意義在那裡 那我們的第三個就是要平復司法的一個不公 然後呢要還原歷史的真相促進整個社會的和解 所以你說我們今天在整個一個 從這個我們也設立了228的基金會 有228的這個保安 這個所謂的賠償的這些條例 但是到今天我們只有看到被害者 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看到加害者 所以你說在一個轉型的正義裡面 只有被害者而沒有加害者 只有金錢而沒有真相 你想在這種情形之下 即使我們到今天雖然有數千本的這些書籍 在討論228 在討論所謂的美麗島事件 在討論所謂的白色的恐怖 但是這些受難者 你想他的成員有血了嗎 沒有 因為他們還是不知道加害者到底在哪裡 不知道他的家屬為什麼就這樣的平擺出去之後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就死掉了 那到今天很多的這些人都已經白髮蒼蒼 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父母怎麼樣死的 所以這些的真相 然後每天經過這個我們所謂的中正紀念堂 我們的蔣公的遺像到處能來屹立在那裡 我想這些東西我們整個社會 不需要大家冷靜的大家共同來面對嗎 請大家所有的政治人物 大家不要再用這種所謂的政治的語言 這種操弄的語言 讓整個社會再去撕裂 我們今天提出這樣的一個促進轉型正義 就是要來面對我們過去的這些在威權時代 所面臨的這些不公不義的事件 那這樣的一個面對的這個情況 其實也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對不對 有那麼多的國家已經潛力在那裡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到在南非 對不對 這些也是大家一直這個 非常引以為傲的 好 那我們看到南非 他們在處理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整個一個社會的一個工程 這樣的一個社會工程怎麼樣能夠讓社會 大家能夠把歷史真相還原 對不對 讓這些的加害者 他願意到媒體前面去告解 去告訴大家說 在當時的這怎麼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當然大家都是在這整個大時代裡面的 一個小螺絲 所以他有可能無能為力 但是至少他誠實的面對 把真相的工作出來 那所以當這些所有的被害者知道說 我的親人當時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到底是在怎麼樣的情況之下死亡 到底他的屍體今天在哪裡 然後他才有可能選擇寬恕 才有可能放下 整個社會才有可能和解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這一步的這個所謂的促轉條例裡面 我們今天要去處理的就是這些東西 裡面的每一個條文就是這樣 固然裡面有一些文字 大家一直在提著所謂的陷阱的這個協助等等 我想裡面它不是一個完整的法案 如果是一個完整的法案 也就不需要我們司法委員會來審查 就是因為它裡面總是會有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 但是在整個一個大方向 其實跟剛剛許育仁委員所講的 沒有什麼差別 跟剛剛這個 這個周成這個委員所講的 也沒什麼樣的多大的一個差別 所以我們希望說大家這個方向一致的時候 大家真的是能夠謹言盛行 大家共同來彌補這樣一個社會 所謂被分裂被撕裂的這樣一個社會的傷痕 是不是可以 如果把你這個理念讓社會各界都能夠了解 那是最好的 我也希望說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尋打 尋打就是說我們要把真正的東西讓社會知道 而不是要透過各種的政治的語言 然後再撕裂社會 所以我們看到說在南非 它的整個一個社會工程它去做的是什麼 第一個一定要設立所謂的人權的侵害委員會 那這個人權的侵害委員會 它去負責收集陳述跟紀錄的證據 給予受難者有機會去說出人權受到侵害 所遭遇到的它的痛苦 這麼多年來它是怎麼樣熬過來的 那這些的痛苦這些的傷痕 總是要能夠有機會讓它能夠去跟公眾 讓大家知道 那另外一個設立了特色委員會 那這個特色委員會 它就是要處理個人的特色的一個申請 然後去做出是否應該給予特色的決定 那它特色的條件是在於說 你是不是供出當時的種族隔離 因為是在南非 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時候 因為政治委託的關係 而有侵害人權的完整事實 所以它的功能不在於 對於這些加害人的定罪 而是在於說針對這些申請人 它供出的真相 能夠達到個別的免罪 變成能夠被赦免 所以你只要去說謊 你就沒有辦法被赦免 但是你願意把你當時到底是怎麼樣 當時的歷史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能夠把它圓盤的拖出 那你就可以得到赦免 那當然這裡面赦免還是有一些條件 如果你是那個發動者 你是那個惡意的去酷刑 對人民的酷刑 當然你是不能夠得到赦免 可是如果你只是下面的 你是依照這些的命令 你是無能為力的 但是你在那大時代裡面 你也是跟著大家一起做 所以在這些事實上是可以赦免的 那另外第三個當然就是補償跟平反的 這樣的一個委員會 那這樣子對這些受害者 能夠給他一次的金錢的賠償 那同時的最主要就是 預防未來的人權的侵害 他能夠提出建議 所以這是南非的做法 那我們再來看看說 其他有些國家的做法 像南韓他們的一個光州的事件 對不對 那剛才南韓他採取的是 對於這個他們的兩個前面的總統 把他判的所謂內犯罪或外犯罪 那這個是我們要做的嗎 我想這些都是可以去參考去反省的 那另外像波蘭 他們取出所謂的這個所謂的除購法 就以類別說你曾經在這樣的一個 譬如說你曾經當過法官或是檢察官 你應該追求正義 結果你沒有追求正義 所以你今天還位在那個高位的人 那你這些全部都必須離職 幾年內你不能夠再擔任 那這是他們的除購法 那我們要不要用這樣的一個激烈的手段 或是我們只是需要真相 像南非的真相 我想世界各國都有各種的一個處理的方法 那這些都是可以來做我們去參考的東西 那我們已經採取最溫和的所謂的真相 對不對 所謂對這些的加害人 我們要做的 這邊 我們是在這個 這就是我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